阅读能带来多大的正向力量呢 全台的近似阅读书宣超过300家 最新启用的在桃园敦品中学 这里收容许多一时迷途的青少年 近似阅读书宣进驻之后 就能帮助他们重拾生命方向 2 1 进居 敦品中学近似阅读书宣正式启用 特别的是一次将两间教室 都变身成为阅读天堂 敦品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作息 有一段是夜自习的时间 那如果说他们夜自习也能够在这个地方 而且每天都在这个地方 那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书宣的设置 对孩子们在书籍的耳濡目染之下的一个改变 应该会更实际 冰冷水泥墙换成木质调温暖设计 让这里不只能翻阅好书 也举办各式课程 让曾经误入歧途的少年 在矫正重生过程中 导正心性和行为也充实自我 自己来这边看 然后从书中去找一些该学习的地方 出去要怎么做 有在看他们实际的书 就会想要往他们这边 去跟他们一起说 帮助比有更需要的人 读到一本书 那句话你受益 它就像人生的道路一样 它会陪着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跟道路 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个矫正中心 其实他们也都算很单纯 可能一时之间有什么事情 那来这里做进修 音乐伴随而来的人文书香 也持续飘香到桃园南门国校 偌大的书宣 让孩子们第一次走近 就充满好奇 这张图书馆来书应该是算蛮大的吧 比较少的 因为这边的书可能没有那么多 是比较小小朋友会看的书 绘本《尽丝语》各类书籍 藏身在色彩缤纷的校舍里头 翻开一本好书渐进阅读 让孩子们能畅游书海 所以空间自己蛮喜欢的 很开心 因为跟那个同学一起看书 不是只有校舍的美丽 他要有精神的食粮 那阅读呢 还有近思书宣的这些书 就是孩子心中的一个全员 让孩子让阅读开启一扇窗 让孩子们走入阅读的世界 近思阅读书宣持续开支散业 期待深入更多校园之中 让阅读的力量从小生根 新发宝业 大爱新闻 纯品节简缘集 桃园报导